监控显示 这辆黑色越野车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倒车 而且速度非常快 撞到人之后也没停车 而是又往前继续冲出去 差一点撞到一名老人 事发之后 交警赶到现场就了解 赵氏这名女司机 是一个纯纯的新手 刚拿驾照才十几天 这个车是向朋友借来的 因为不熟悉车辆的操作 加上自己穿了一双皮靴 脚踝活动起来不是特别灵活 所以导致了这一系列的操作失误和交通事故